拿出工具 這個要換 而且這個下雨天還會激水 換好了 各位朋友我現在在內湖 西湖花那一行西湖分行對面 我剛來我朋友這邊 吉安特市民車行這邊 然後我就修煞車 我的前煞 然後再換一個坐墊 因為我原來那個坐墊 就是很久了 而且每天這樣子坐坐騎騎的 就是椅墊有點破掉 所以我就來換了一下 然後 因為有一位夥伴 有在我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說他這個騎腳踏車 騎到這個膝蓋痛 我剛剛也來問一下我朋友 問我朋友專業的 就不只修煞腳踏車專業 他連這個 騎車也很專業 騎那種公路競賽車的 他說是椅墊可能太高 所以只要把椅墊 降低一點 就是調整一下 我朋友說 就是應該是椅墊太高 濕力點錯 所以我會建議這位朋友 就是膝蓋痛這位朋友 就是嘗試把椅墊放低一點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讓我買一張 很快 跟著我 靠水 很快 我買到乾淨 我買了 我買了 你買了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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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雙連站這邊 那我剛來,剛剛我沒有中獎 就是上一次被開兩個副品的那天買的 沒中,好了沒關係啦 有中就剪到沒中就這樣丟掉 那今天呢是禮拜一 天氣非常的讚 那今天呢,我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低標,低標 我的低標是15趟 今天我就絕對不會超過 今天我就跑到15趟,OK,STOP,下線回家 為什麼呢?跑超過我下禮拜 這個趟次數量要往上升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事情 這樣搞一搞我會昏倒了 這樣子 所以我可能就是維持這樣子 今天就15趟,滿了 我就一定下線 不下線不行 不下線 唉,昏倒 好啦 廢話不多說 現在4點46分 那我要往這個老地方前進啦 啊,飛走了 這隻鳥很特別 它的顏色很特別 它是 黑色的羽毛中 唉呀,飛走了 飛走了 啊,從那裡頭去了 不知道是什麼鳥 很特別的鳥 好,各位,我現在就在西門町徒步區 好啦,我剛剛送一單到這邊來 這樣子 好,那麼我目前是完成了三趟 喔,還有12趟要努力啊 那 西門町這個時間是5點24分 西門町這邊應該不太會有單 所以我要回老地方 喔,熱鬧喔 熱鬧得不得了啊 好啦,不囉嗦了 先回老地方再說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猛甲大道跟西原路一段這邊 我剛剛送一單到這邊 我被系統默默偷偷的往這個萬華這邊帶 在過去一點就要往板橋跑了 這樣,所以我現在就是 非常小心非常謹慎的看 每一單 喔,的這個接送的地方這樣 希望系統不要偷偷摸摸把我帶到板橋去 所以我現在非常小心 完全呢,手動接單 今天呢,手動接單是因為我不要超過15趟 就這樣 那我現在 6點嘛 那我已經跑了6趟 那我現在要 慢慢騎回老地方 這樣 那當然看看龍山市這邊 有沒有單街 接往台北市的喔 呵呵 沒有的話,我就一路騎回老地方接了 喔喔 特斯啊 怎麼會這樣 耶 好 喔 有 到Seven买一瓶水 买瓶水就接到了一单 西门车轮柄要送到 送到哪里我忘记了 反正先接单 没有往板桥就是了 太棒了 各位朋友在全年吉林 收到一单是PXmart 这个应该是全年他们自己的 这一单里面没有内容物 就只有一个袋子 通常像这种都是要现场看才知道 没错我收到这个袋子 里面有米还有三罐饮料 一堆罐头 中的不得了 我希望他不要把我这个架子给弄坏 好吧我要送了 各位朋友我现在人在这个大龙街 跟这个什么民族吧 民族西交叉口这边 我刚刚在旁边 全联的这个大同大龙店 收了一单现在往东黄路走 本来还有一张夹单 但那张夹单我就把它 这个丢掉了 这样子我就没有接 因为我这单是最后一单 第15单 今天不能够跑超过 15单就是15单 真的是不啰嗦 超过就完蛋了 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人在敦煌路旁边的一个小公园 小巷子的小公园 然后这样那 没错我已经跑15趟了这样子 然后烫起来拿到现在虽然才8点 但是我依然觉得怎么样 下险 没错 我不希望我这个五六日一这四天的这个烫降 这个烫字数量被往上拉 所以我就稳稳的卡在30趟就好了 所以我之后就是礼拜五15趟 礼拜一15趟这样 然后等到其实我有想过 就是等到我之后就是体力再恢复再好一点 可能再去加上去这样 那现在还是不行啊 现在还是不行 然后之后体力好之后再往上跑 再往上跑 现在就先这样子 先维持一段时间 那么今天就先跑到这样 因为讲老实话 其实下一个这个 下一个十趟 基本上我今天 现在开始跑也不太可能会跑到 8点跑到9点 9点跑到10点 可能要两个小时 或三个小时 或四个小时才有机会可以完成吧 这样所以我就不挑战 不挑战 而且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 就是我下个礼拜的同样的时间 趟势我就希望维持在这里 这样不要被增加 好了 我要去大龙街去吃晚饭 刚经过的时候肚子超饿 闻到那个香味 受不了 好了 那我明天继续